像這些東西啦,我是建議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哪邊找太多了 其實你關鍵是打開放資料 第一個就是開放平台 政府的開放平台 點擊進來的話,像我剛剛找竊盜 這個是全國的 所以你就找那個竊盜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什麼,台北市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 這個是應該是司法院的吧 法務部的 台北市的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台南的 有沒有,然後甚至是新竹的 台中的這些都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 相關練習的話這邊太多,那另外你會發現 他的格式其實最多的還是CSV啦,為什麼CSV直接 就可以拿來 放在那個Excel裡面開啟 其次的話可能就Jason Jason的話可能搭配就是一般是 跟那個像Python啦,或者像手機的App 做串接 反正有CSV其實就OK啦,你也可以拿這個來練習 太多東西 可以 看出本來你看不到的東西 OK,類似像這些啦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我有把那個圖 像剛剛那個字案有沒有變好 這邊其實我有把我剛剛做的這個圖把它 把它截取下來 那如果你要做的話,我要把重點像增加一個欄位 黏 然後樞紐分析表 拉一下 樞紐分析圖再做一下,其實結果就出來了 另外的話哪一區 那一樣,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你們可以試試看 其實最難的地方應該是這個 圓形圖 裡面的 這個插入圓形圖 特別注意 這個圖的部分的話呢 你就是點這邊 然後呢 這個 樞紐分析圖 然後找到圓形圖 然後呢 把這個圖稍微拉大一點點沒關係 然後呢 記得喔 1按右鍵 新增什麼呢 新增那個標籤 資料標籤 然後2的話呢 在這個 上面標籤上面按右鍵 點他一下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 然後把類別跟百分比打勾 把值打勾取消 再來的話呢把它改成中點外側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並且的話呢 這個就可以關掉了 並且把什麼 把這一塊喔 先點一下 再點一下 就點兩下 然後往外拉就可以了 然後並且把上面這個 標題名稱改一下 就完成 我剛剛大概就做這樣的 應該不算太複雜吧 不過呢其實我覺得 Sale裡面的樞紐分析 表跟樞紐分析圖 其實是 還相當蠻好用的 而且喔如果你覺得這個功能還不夠的話 甚至你可以試試看那個 另外有一套軟體叫Power BI 它就可以 讓你做很多很多面向的分析 有點像是樞紐分析 表的一個 進階版吧 OK 然後這個做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路接道 這個就是最難的 那我們分析一下 它前面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哪個 哪個禮對不對 OK 然後呢 後面就是它的路 那底下的話還沒有可能是什麼 我記得好像 還有所謂的 零 這邊有 有沒有 所以喔 它的前面這個字喔 如果我分析出來的話 基本上喔 如果我要取的這個 警華接好了 那我前面這個字喔 那就是零 那可能另外 如果前面 不是零的話 那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什麼什麼禮 那還有什麼什麼 可能是什麼什麼區喔 所以喔 它的 這個順序的話 一定是 先確定有沒有零 如果沒有零的話呢 那你再幫我找一下有沒有禮 如果沒有禮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區了 所以前面那個字喔 三種可能性 零 禮 區 而且零要在最前面 為什麼因為 它的那個 地址的順序喔一定是 先區 再禮 再禮 所以一定是先 零 再禮再區 所以呢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剛剛講的喔 第一個你可以在 這個我建議是在第17列的地方 編號16的地方 做練習 先零 然後呢先fine 這地方 fine什麼呢 先幫我找找看 找那個零這個字有沒有 所以呢這裡的話喔 我們就是切那個零這個字 零OK好 有沒有零這個字啊 這裡哪邊找 去它這個地址裡面找找看 有12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這邊有零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向上填滿 你看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零 這邊有零 那其他沒有的話呢 就會value錯誤 那為什麼錯誤找不到 找不到零 那底下當然有很多也是沒有零的 那怎麼辦 所以呢 所以我建議你們可以在編號5這邊練習好了 第一步先在編號5這邊練習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跟他講說 如果你前面找不到零的話 沒關係 你再往前找 有沒有零 所以啊 第二步的話是有沒有零 那怎麼有沒有零呢 你就把這個 fine這個公式呢 不包含等號剪下來 再一次 所以呢 再來的話就是說 因為如果發生錯誤 錯誤是找不到 所以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邏輯判斷 ifl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去 什麼意思呢 如果他裡面的角色是錯誤的話就會是上面這種狀況 value有沒有 請value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做什麼處置 所以呢 正確的話不處置 那只有處置錯誤的喔 錯誤的話就跟他講說 我把上面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下面 如果找不到零喔 那請你幫我找零 那怎麼改 把零改成零就好了 OK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喔 他有沒有找到 有 找到 如果 他本來就有了 所以他這個 沒關係按確定 那你會發往上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誒 這個OK勒為什麼 因為他有 有沒有所以喔第九個字 理的下一個字 抓三個字就是萬寧街 那 這個地方還是錯 你想說這個地方錯怎麼辦 沒關係 如果找不到 呃 理的話呢 那你再幫我找 區好了 像這個應該會出現什麼 應該這個是因為他前面沒有零 也沒有理 只有區 所以呢 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理 那就幫我找區吧 那怎麼 這個公司怎麼下 特別重要這邊的話 其他公司就是這樣 把公司再剪下來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if or 再把剛剛的那一串公司貼上 好 記得不要剪到等號 然後呢如果 找不到零 就找理 那如果找不到零也找不到理的話 那就幫我找區 所以喔 記得喔 請你把上面這邊公式 fine 刮乎零 有沒有然後呢 逗點 區四這個公式 再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來 把這個零 改成什麼 改成區就好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找不到 零 找不到零 他就找到區 所以這個呢本來錯誤 他就轉成找區 OK有沒有 所以往上填滿應該都對 往上下填滿 好像都對 再往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底下應該就都沒有錯了 所以呢我們已經找到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這個是在第 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第九個字 所以下一個字就是萬寧街 那你想說那我要抓幾個字喔 不過喔如果剛好入街道都是三個字的話 那這個就好辦 把這個加 amid的話加1嘛 加1就下一個字 然後下一個 只要都三個字給他 那全部都OK 可是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喔 他可能有三個字的 也有可能是 四個字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還好沒有兩個 一定有三個字 要不然就四個字 這就麻煩了 所以我只知道 開頭的位置 但是 結束的位置怎麼找呢 這麻煩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先幫我 完成剛剛的這個公式 第一階段就是 先找0 如果找不到的 再找0 如果找不到0跟0 再找區 這個公式 有點複雜 不過如果要參考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看雲端白板這邊應該應該有 在這裡 剛剛 這一段 一模一樣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喔 可以試試看喔 後面的話其實 再來就解決什麼 解決 到底前面那個字 找到了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可能就入接到 所以喔 其實邏輯幾乎一模一樣喔 甚至可以把剛剛零理區的公式 直接 給 入接到用 改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 那知道前面那個字 也知道後面那個字 那中間的字 那中間的字就找到了 只是說後面的公式 要怎麼下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 這個 當然 是用直覺去推的啦 那你們可以想想看 試一下 用那個 前面那個 上個禮拜 一五一的那個 函數喔 完成 再次